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动画片开始啊 你写完作业了吗 作业写完了 那你功课复习了吗 复习了 连信课都预习了 那可以 看电视 那你可以补习一下课外知识了啊 唐诗三百首 老爸 咱俩商了个事啊 我想看我动画片再背 不行 听话啊 好孩子 听话 怎么都是我听你话呀 什么时候你才能听我话呀 你什么时候当我爸爸 我就听你话了 怎么办 我 你爸爸的位置 已经被我爷爷给炸了 所以嘛 你只能乖乖地听我话 开始 吃啊 春晓梦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 春晓梦浩然 春眠不觉晓 好想睡一觉 哎 乐乐 乐乐 这位做完了吗 做完了 那太好了 踢起去 自己踢去吧 注意安全 我是可以来找你踢球的 我要背这一刻 这是什么呢 膀石三百首 我当诗人 得了吧 诗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这是作业 对 哎 你不是说 作业已经做完了吗 学校的作业做完了 这是家长留的作业 人生啊就是这样的 愁哦 那你猜多大就会发愁了 哎 这个这个 没有压力 哪来的动力啊 是吧 像乐乐这么大的孩子 都在背汤诗呢 你不背行吗孩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发愁吗 就是因为我摊上了一这么样的老爸 等你摊上这么样的一个老爸 你也愁 哎哎哎 怎么说话呢这是 摊上我怎么了 你爷爷不在吧 不醉 我也摊上这么一老爸 我小时候管我 比他管的严多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那是早起晚睡啊 我得 不对吧 嗯 听奶奶说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特吵气吧 嗯 经常上树掏鸟蛋 还把裤子给刮破 是 我是经常掏鸟蛋 哎但是那也是超额完成 学习任务之后 我通常都学习到很晚 那你只能半夜爬树掏鸟蛋 可不是吗可辛苦 嗯 咱们别聊那掏鸟蛋的问题了 咱们现在说的是乐乐学习的问题啊 啊对对对 哎我觉得乐乐爸做业做完就可以玩了 呃我觉得还不行 哈哈她必须要背完这个唐诗以后才能玩 哈哈 可这种硬背下来的东西 对孩子有多少好处呢 呃这样吧 要不把乐乐交给我 得了吧 你教育不了乐乐 她太顽皮了 哈哈 顽皮是孩子的天性 呃乐乐有玩乐的权利 我要权利 我要权利 你没有找你爸爸要权利的权利 嗯 嗯 你有一个可怕的爸爸 拜拜 嗯 接着背 春晓 这是什么呢 唐诗三白首 嗯 我当诗人 哈哈 得了吧 诗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哈哈 哈哈 她必须要背完这个唐诗以后才能玩 哈哈 可这种硬背下来的东西 对孩子有多少好处呢 呃这样吧 要不把乐乐交给我 得了吧 你教育不了乐乐 她太顽皮了 哈哈 顽皮是孩子的天性 呃 乐乐有玩乐的权利 得了吧 诗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得了吧 诗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得了吧 诗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她 太 顽皮了 得了吧 你教育不了乐乐 她太顽皮了 forget it you can't teach 乐乐 he's so naughty 在汉语中 得了吧 可以用来表示不相信对方的能力 爸 晚上咱俩下两盘棋吧 我们单位要组织比赛了 我先练练 争取得个冠军 行啊 你想当冠军 得了吧 你不信啊 明天我就拿个冠军回来给你看 来吧 你先赢了我再说 小勇 我想跟爷爷学太极剑 你觉得怎么样 你得了吧 上次的骑马蹲当还没练好呢 这次我一定更努力 一定要学好 既然你下了决心 那就去跟爷爷说吧 再见 再见老爸 再见 再见老爸再见 再见老爸 老爸再见 老爸再见 再见 我爸爸今天加班 没人管我了 那你今天就不用加码了小蜗牛 什么小蜗牛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天天背着大书包 学的东西比山高 乐乐 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 对对对对 就放松一下 太好了 我再带上堂尸森白手啊 你爸不在家啊 你还要背诗呢 是啊 我爸回来要检查的 你别担心 是我们不让你带书的 到时候我们给你作证 嗯 去了卖苗 我也会为你作证的 谢谢你们 不过还得带人 这个小蜗牛 我的名字挺形象的 走到哪儿还要背着东西呢 是啊 要是不背上东西 那不就成鼻涕虫了 什么鼻涕虫 背不住直来 爸爸要骂的 可怜的乐乐 走走走 走啊 我们去吃饭 好 走吧 走喽 乐乐 你天天背书 得消耗多少脑细胞啊 你你多吃一点啊 嗯 别别再让他吃了 这别为了补脑细胞 再得个胃穿孔 对啊 大为 那么管乐乐 怎么就没有人提意见呢 那大哥做的又没错 晓晓啊 结账 鱼蒜肉丝 十八 烤鸭六十八 啊 砂锅排骨三十二 呃 加上 主食四块 一百十二 哎呀 别捣乱 应该是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 你算错了吧 不可能 哦 嗯 小勇 嗯 他们俩呢都在这儿算账 一个说一百一十二 一个说一百二十二 他们哪个对啊 嗯 都不对 这回的餐费是 零元 你喝多了吧你 我给你们免单了 再免单也得有个数啊 谁算的一百一十二 太粗心了一定是乐了 年纪小啊 没关系 下次改正就行了 是我算的 你算的 下次来上班的时候可千万别管结账 赔光了我都不知道 乐乐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猜对的 不是猜 我这是心酸 我怀疑你是懵的 懵的 你可以考我呀 那我可不客气 十八乘以九 等于多少 一 一百六十二 九百六十二乘以一千七百二十九 等于多少 一六六三二九八 你爸爸在家 你还要背试呢 是啊 是啊 我爸回来要检查的 你别担心 是我们不让你带书的 到时候我们给你作证 除了麦苗 我也会为你作证的 谢谢你们 不过还得带人 这个小蜗牛 我的名字挺形象的 走到哪儿还要背着东西呢 除了卖苗 除了卖苗 我也会为你作证 除了卖苗 我也会为你作证 除了卖苗 我也会为你作证 在汉语中,这个句式表示在A之外还有B,而这个句式则表示B中不包括A。 麦苗,这个句子我不太明白。 这辆自行车除了零不响,别的地方哪儿都响。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觉得自行车应该哪儿响,哪儿不响呢? 这车是好车吗? 哦,我懂了,真有吗? 962乘以1729等于多少? 我看看! 我想,乐乐,你肯定是帮你最聪明的孩子。 除了我以外,别人也很聪明。 都像你这样子吗? 甚至有人比我更聪明。 哦,真的啊? 这个呀,这个叫心酸。 是现在很多小孩子要练的一种童子功。 还有这种功夫? 算是吧。 苏珊,我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我被九九惩罚了。 现在除了九九惩罚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 比如汤诗三百少。 好,这个呢,就像盖楼打地基一样,地基越深,以后楼盖的就越高。 所以你以后,再碰到会心酸的小孩,就别大惊小怪的。 那我明白呢,看来吃苦确是有必要的。 乐乐,你这童子功还得练。 乐乐,我也要跟你一块练。 你这岁数练童子功啊? 太晚了。 不晚,快练吧。 再算账,就不会输给小孩儿了。 小语,以后我来关结账,保证不会让你赔。 按照你这个年纪,还真不应该算错。 下次来上班的时候,结巴。 对不起。 老蕊。 对不起,我来。 在这里,豆腐是中国国。 不光是我,除了我,不是原点。 我肥中国国,不是原色的吗? 我肥了,没有肥了,不好了。 我肥了,知道,太多了。 最后黑了,不要先误了。 我肥了,哪些人看上班啊! intensively服劲。 我肥了我肥了。